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娃娃 1947年2月27号的傍晚 就在台北市的太平丁天马茶坊前 也就是现在的延平北路和南京西路口一带 发生了一起小小的茶器撕烟案件 而没想到一起茶器撕烟案件 竟演变成为一场无法控制的流血冲突事件 造成无数死伤 甚至后世还必须得要立下纪念日来警惕 现在的我们要记取教训 莫让事件重蹈覆策 究竟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而这起事件的关键人物又是谁 今天我就要带着我的两位好朋友 还有子萱还有比雄一起带大家看下去 你知道228是什么样的日子吗 我记得就是228是死伤惨重 然后是一个蛮悲剧的一个纪念日 假没有白放 月斗12 对 你呢 我们现在踩的地方背后 看一下后面这个茶坊 然后还有主公庙 这边是当时事发的地点 他跟你一样略懂一二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228 再讲解释 引爆地 就是刚刚比雄讲的这个 罚祖宫廟 对 跟罚祖宫廟的前方 好看一下 1947年2月27号的夜晚发生了什么事情 比雄请说 好就是有一个警察他在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 就是天马茶坊的附近 然后在起烟 当时有一个妇人叫做林江买 然后那个警察就是把他的现金 他的烟全都给没收起来 但那女生觉得说为什么要没收 然后在过程中拉扯 拉扯之后就浮现见血事件 入供了民众 他们就一直抗犯 他觉得说为什么要欺负一个妇人 对然后大家都聚在一起 然后那警察就紧张了 他情急之下 然后开一枪想说 就是让大家安抚一下 殊不知他就插枪走往 枪杀到旁边的一个市民 叫做陈文系 简单讲就是看热闹结果被误杀 当下反而没有就是平息大将 反而是引起重怒 就在发生228事件之后 3月1号台北市参议会 为了反映民意 就邀请了台籍的国大代表 省参议员 还有国民参政员 一起共同组成的 气烟血案调查委员会 并且推派代表要求进见长官 而这个长官指的是什么样的地方 就是当时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而行政长官公署里的长官是谁呢 他就是陈怡 陈怡是当时的行政长官 所以这些代表们就要求陈怡要履行 数项承诺 第一个承诺就是 即刻解除戒严令 第二就是要释放被捕的市民 第三是军警不许开枪 第四就是官民要一起共同组成 处理委员会 并且陈怡要对着全省的人民们 进行广播 而陈怡在当时都完全接受 并且把整个事件 跟整个处理的调查委员会 应该要定名为叫做 228事件处理委员会 比较同当 所以这也就是 228事件处理委员会的由来 228之后 一连串的清香整肃行动 政府对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破坏 有上万人民遭到军队的 镇压失踪和被处决 从此台湾人民陷入恐慌及危机当中 而后续引发的清香和白色恐怖 也造成了许多人民的伤害 从那个时候起 228变成了台湾社会的集体禁忌 没有人敢讨论 人民即使要哭泣 也不能让别人知道 他们哭泣的原因 很长一段时间 228事件不会出现在教科书当中 也不会出现在学校里 当然更不可能出现在媒体 真相就此被掩盖 而在228事件当中 被认为是元凶的 元台湾行政长官陈宜 由于行政长官当时拥有 行政立法、司法甚至人事监督之权 因此形成在台专制独断的权利 再加上他同时也兼任了台湾省警备总司令 更形成军政一员集权的特殊化 无怪乎当时他所做的一切行动 让人民造成大失所望 要找陈宜的木不是一个你说找得到就找得到 因为他真的太过为神秘 你加上他因为228事件 然后引起了这个本省跟外省之间的仇恨就有了 所以他最后是来到台湾 在台湾被枪决的 是被枪毙的 但是枪毙的原因并不是因为228事件的公寓过而被枪毙 这个点就是专家跟我讲最接近的点 我在这个点就已经找了五年了 当时我的前辈们就给了我一张照片 跟我讲说用这张照片 然后你就想像你是这个小人 你的对面的这个树丛就是 请问 很像好不好 陈宜一直被蒋介石当作是幸福 帮蒋介石处理过不少的事情 抗战时期陈宜担任过国民党中职位委员 行政院秘书长的职务 美伐胜利之后 蒋介石任命陈宜为军政部兵工署署长 军政部常务次长 后来更是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 可见蒋介石是多么的信任他 而在228事件的主要原因 当时的台湾省政长官称宜 第一时间就像在 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蒋介石报告说 原因就是因为 监匪三洞台籍日本兵和流氓参加暴动 日本奴化教育的余毒 甚至是诉租台独或台人治台的偏狭观念的因素 而所造成的暴动 但228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台湾人士们认为 228事件是人民对于腐败政府的不满所爆发的要求改革行动 而当时其实真正的原因应该是讲的是 国民政府接受台湾之后 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整体的大环境 并不是想象中的如此协调 人民的生活并不是太好 加上语言文化的冲突 通货膨胀等种种因素 才为这个228事件造成了这么大规模的冲突 穿过一片矮竹林 眼前的这一座用石头砌成椭圆形的坟墓 就是前台湾省行政公署长官陈宜的墓园 不同于传统台湾人的墓 它看起来更像是个碉堡 或许是担心228事件之后 罹难者的家属来进行报复 加上过去曾有不明人士 以喷漆拒束毁背等方式进行破坏 就连警方为了防止有意外事件发生 还设立巡逻乡箱 并且加派远警定时的巡查 在228事件中 被认为是元凶的元台湾行政长官陈宜 在事件之后被政府彻职转任 到浙江省担任省主席 事后却因为策动国军将领投共 导致杀身之祸 1950年4月 陈宜接受军阀审判 蒋介石主席亲自批文指示军法庭 枪决可也 同年6月18日 陈宜就被带到台北市 新店空军公务旁被枪决 葬于新北市的五谷乡 陈宜死后 由五地成功量收尸火葬 骨灰埋在新北市五谷乡 墓碑上刻的就是成功退述之墓 从陈宜的墓碑上来看 看不到陈宜的名字 而是写的是成功退述之墓 陈宜好退述 39年6月18日被枪决 但立碑的日期却是提前了两个月 任内爆发228事件 悲剧主角的陈宜 当年并未死于该事件 却因企图策反金物航 警备军总司令汤恩伯投共 但汤恩伯立刻将此事 承报蒋介石 在全国解放前夕 陈宜就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策划下 预期一投诚 但他将想法告诉了汤恩伯 却被汤恩伯告发给蒋介石知道 因此蒋介石立即免掉了陈宜的一切职务 并以叛乱罪将其逮捕 1950年4月 陈宜被押解来台监禁于基隆 他的部下跟友人都劝他 向蒋介石低头认错 但都被他拒绝 1950年5月 军事法庭判处陈宜死刑 抵达刑场时 陈宜对行刑的人说 向我的头部开枪 便大步向前直呼 人死精神不死 他说过 痴心爱国魂忘老 爱到痴心即是魔 人死精神不死 这是他留下最后的话 国使馆在总统府的旧档案当中 找到陈宜发出的电报 要求蒋介石针派兵力 陈宜表示 台湾情势严重 必须迅速派 素质较良之步兵来台 肃清匪谍 而蒋介石也立刻回文 表示 已派步兵一团 并派宪兵一营 宪本月七日游户起运 雾面中正 由此可见 陈宜在228事件当中 一方面 一手在安抚民众 一手却是在请兵来台 所以看得出来 他是在玩两面手法 先前有民众发现陈宜的目的遭到大规模的人为破坏 并且报警处理 经检方调查之后 陈宜的目早已迁葬回中国的浙江安贤员 1980年 中共中央追认陈宜先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并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陈宜迁葬仪式十分低调 仅城市进京出行 并无其他来自两岸的党政军人士管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228是台湾社会不能说的事 一直到1995年 228经验被落成 当时的总统李登辉先生 代表政府向任命致歉 76个年头过去了 当时的受害者多已经远去 许多228的发生地早已经改建 但对家属来说 当年那弥漫在家里 挥之不去的恐惧 才是最深的阴影 在这个日子里 我们提醒自己这样的悲剂 绝对不能再发生 回头看不是为了诉诸恐惧和仇恨 而是要对过去进行反省 感念所有受难者为台湾的牺牲与奉献 也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今天与今时 并全力捍卫得来不易的一切 确保能够传诸后世 除了缅怀受难的长辈 还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就是要透过追求历史的真相 让整个台湾社会 能够从更多的面向 纪念228 了解228 认识228 反思228 怎么样 两位现在的心情如何 应该比熊比较严重点 对我现在非常不舒服 比上次还不舒服 刚刚不是说他都 在路上的时候没有发现 其实地上有非常多的日本时期的钱币 我不敢跟你们讲 为什么我不敢跟你讲 因为看到钱币就代表说那边一定是有粉出土的概念 因为那钱币一定是陪葬品 所以钱币会洒落在地上就代表他一定是那个粉 我们刚刚走过的地方都有 可能有一些粉他们的灰吗 那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对我蛮好奇的是为什么他到之后的那个里面没有人 因为一开始我们有讲到说就是因为他经过228事件之后 有很多人会有一种报复心态 然后想去破坏他的坟墓 然后那个时候的确也发生了一些破坏的事件 有人在他墓碑上写字啊 有人去据他的树啊 有人拿锤子去找他的墓碑啊 包含我们刚刚看到他的那个厚土神卫 那个地方都被人家砸毁了 然后的确有一天的夜里 就是警察在巡逻的时候发现说 他的墓整个被打开了 然后里面的土全部都被挖出来 然后里面的东西都被挖走 那个时候警方还大动作的 因为说诱人到墓 然后那个时候还开始在调查这件事情 直到后来有一个新闻出现了 然后才经过证实是他的后代子孙 把他签帐回大文区 连签帐都要进写这么秘密 我自己看了他的书 然后看了他后代的这些 曾经跟他共事过的人 所写出来的文字上面进入来讲 简单讲他就是一个还蛮平凡的官员 是一个朴素的官员 然后不讲究排场 我大概认知上面是这样 可是我发现他很早之前 你看1948年他就给自己一个定调叫做 不管我做的好与坏 都有人会说你好与坏 所以他不在意这些 不要去在意这些东西 保持着自己本来的样式 不要因为别人说了你什么 你就改变什么 或者是你的样式 对 今天看这里 明天看这里 过来看你老木这里 想看 应该应该是 对我只看了就是对爬坡反胃 你对我反胃吧 你对我反胃吧 你太痛了 为什么这种感觉很像我跟着一群 宿醉的人出门 因为等我 你昨天喝到几点 没 又没喝 好